街西的第二個視頻 我們現在正在棉湖鎮 那接近中午時分現在來吃湖餐的正餐 很熱鬧的當地網紅糯米飯 這一家老巷館糯米飯 其實在這一條街 有很多的糯米飯的這種餐館 他們都是非常熱鬧很多人的 同時這條街就讓我想起了 汕頭小公園的這種感覺 因為大家看一下 這些很熟悉的這種棋樓的建築風格 也比較老舊了 就像我們小公園以前沒有翻新的 那個時候的那種樣子 這個小牌子上面是有寫的 糯米飯是潮汕的特色食品 是把糯米飯放在大的木桶裡面蒸熟 再配上肥而不膩的五花肉絲 還有網水花生碎 還有加上甜醬油 菜苦力 又甜又鹹 味道很特別 這個就是那個牌子裡面提的東西 對 好棒喔 這整個桶下去蒸熟的嗎 對 真的嗎 因為你貴賤都不夠了 應該 大概 大概十五年 當地都是真的吃的 才是真的吃的 這個店是用嗎 我沒吃到店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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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 我都吃到有點有鹹 作為一個汕頭人 我表示沒吃過這種口味的 試一下 這份是豪華盤來的 為什麼 因為我有加了章魚桶 因為它的網水香菜 是加在最上面這一村 你勺的第一口魚進嘴 立馬 香菜的香 就充滿整個味蕾 進階著呢 你吃到糯米飯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 有點像在吃粽子 因為我們粽子吃雙冰 甜的粽子的時候 就是這種口味 他淋的這種叫甜醬油 有類似於 像蛋頭我們吃水果那種甜醬 類似於那種味道 你要吃飯 那邊在這裡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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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就是老傳統的味道 那這個就是老傳統的味道了 對 那這個就飄了 飄了 我剛吃的也不太對 就是要攪拌起來了 攪拌就要動用到湯燒了 甜醬已經全部 拌均勻在這米飯上面 還有其他的食材也全部都放著甜醬 所以現在這樣吃 你就像在吃 汗頭的甜醬 現在才12點半 然後剛剛這裡這個桶 一整個都已經賣完了 就是我們如果賣了一半個小時 是沒得吃的 這個桶已經全部都賣光光了 你看 一天賣兩大桶 早餐也是加這麼多料的 說明就是這邊棉湖正人 他的消化能力是很強的 看到就一碗弄一半 加肥肉 香菇 花生 各種料加完 一整碗 早餐也是吃這個喔 好棒 還有了 小哥過來說要買 沒有了 沒人買了 這一家就還有 我剛有講 就在這條街 有很多人都是做糯米飯的 這邊也是在做糯米飯的 這邊也有一家 也很熱鬧 好了 我們繼續拍下一個視頻了 攝影師是有說 老闆的女兒 長得很漂亮 有點糯米西施的感覺 那大家如果想吃糯米西施 他們家做的糯米飯 那你記得12點半 之前來到美武鎮 才有的吃